把达人就连出手出脚大男生全都一学就会 而说到前啊 行政院的主机处也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成长率是达到了6.14% 创下了六年新高 台湾的景气呢 似乎有好转的迹象 但是社会新鲜人的薪水究竟有没有好转呢 人链行的调查就显示薪水的确有比较好 里面呢 装了一支电风扇 那现在夏天非常热 我们撑的这个伞呢不但可以遮挡阳光 而且会吹出震震凉风 要是有兴趣 卖雨伞也可以出头天 经营雨伞店的陈先生才30出头 但是找到网络行销的兴趣 在网络上卖起雨伞 还拍摄多支影片来介绍产品 成功吸引消费者青睐 短短两年有580万人次浏览网页 每个月可卖出2000多支雨伞 年业额又上看800万 在原本的工作中就累积好了自己的一些技巧 然后再不错的机会 我就自己顺利创业这样子 陈先生从原本月薪3万元 一下子变成百万年薪 靠的是创业 不过现在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创6年来新高 景气好转 心情有没有也跟着好转 我们看到研究所的这个薪资期待来讲的话 那他就比大学生高出了1万块 也比社会企业愿意点薪的这样标准 多了4000多块 比起去年硕士起薪的年增率高出4.2% 景气好转可能是关键因素 不过要是向陈先生赚进百万年薪 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和专业 台湾的教育啊 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名大学生